记者蔡江胜竹市报道,新竹市头前期和宾公园将新社简易棒球场左岸运动休息功能再提升,市长林志坚持续营造优质体育环境,三年来除新社虎林棒球场整建多所学校棒球场外,将于新竹左岸新批标准维格棒球场工程三月启动,持续打造优质运动场地提升新竹左岸运动休息功能, 令新竹市立棒球场新建工程以获前瞻计划核定,也将于近期启动。 林志坚表示,头前溪和宾公园新批标准棒球场面积于一万平方公尺,预计三月开工年底前完工,令未提升民众有气运动意愿,特别增设停车空间, 沿台六十八线旁设置215格汽车停车阁棒球场,附近设有408格机车阁,提升运动公园一达信。 新竹市政府将于头前溪和宾公园内新批棒球场,现有狗狗公园将牵制头前溪桥下旁,改设标准规格棒球场,场内处有内衣红土区,场外衣配合设置球员休息区,裁判休息棚济记录台,观众看台区,二座牛棚等,让球员,球迷都能进行享受棒球。 林志坚表示,上任第一年将正改荒废的改造为虎林棒球场,近年则成功争取教育部补助,改善东元国小棒球场,整建香山高中打击练习区,西门国小棒球场,投前期盼目前供四座累球场,供休闲运动使用。 本次将于新竹左岸新辟棒球场,持续扎根棒球运动。 除硬体设备,市府也投入多项资源,后执逐式棒球实力,除每年推动中小学社区社团学生棒球发展计划与棒球扎根计划, 也办理台日少棒锦标赛将于21日展开,为小球员累积国际赛事实战经验。 此外,有位棒球重点学校承得高中、东元国小增聘棒球专任运动教练系统性训练培育球员实力。 林志坚表示,新竹左岸过去缺乏整体规划,导致空间零碎,缺乏让人想来的动力。 出入口标志为侵使民众不知从何处来,从何处去。 目前已完成西周桥下改造,设置无障碍跨体引道,将既有荒利匹建成儿童游戏区, 让新竹左岸重新回到市民生活中,未来将改善出入。 口周围环境,投前西桥下修气空间改造及旧港高摊立景观再造, 规划衔接17公里海岸打造绵延27公里的修气栏带。